为了维护大台北地区的用水品质 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最近规划将推动环境友善茶园标章 利用两年时间观察茶农施肥用药的情况 以及经营形态 只要是符合条件就会颁给标章认证 除了对水质管理有所帮助 更进一步可以达到茶叶推广的目的 新北市平邻区常年来以种植茶叶为主要的经济产业 然而因为位于翡翠水库集水区内 集水区的水质安全与捷径更直接影响了 大台北地区约500万人口的用水品质 如何维护水库水质与提供优质水源成为重要课题 因此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最近规划 将推动环境友善茶园标章 为期两年时间观察茶农施肥用药经营形态 确定符合条件后颁发标章认证 并进步协助其茶叶推广提升茶农收入 我们主要是要营造人跟这个环境 自然共生的一个永续性 另外就是在水源保育的部分 事实上它能够维护大台北 大概500万人的这个用水的安全跟捷径 另外就是在这个降低负面的冲击的部分 我想它能够降低氮跟氧的负荷 降低水质的污染 那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它能够促进这个产业的行销 因为它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 这个产品的提升 我想能够提升这个茶农的收入 环境友善茶园标章主要结合了生活 生产与生态三个面向 透过政府与茶农的相互合作 兼顾水源保护 生态保育 甚至是地方发展 以共同经营的方式来达到共赢的局面 而目前已经着手进行的LID工法 也就是在茶园设置直升滞留槽 来降低茶园所带来的氮磷含量 就是保护水库水质的方式之一 也借此来提升环境友善茶园的附加价值 记者是人平张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 好 感谢您的观看